张铁牛率先出发,2000先锋军包围龙游县城。等赵汉带着大军抵达,张铁牛再次前进,去往金华方向,跟许都率领的起义军会合。张铁牛纳2000精锐,加上本地起义军,足以拿下整个浙中地区。赵汉则沿途搜罗大小船只,率领主力大军,顺东阳江、蓝江,而下,他要沿江一路打到杭州。 至于疯狂杀戮起义军的龙游地主,用得着赵汉亲自收拾。龙游县城,地主们忐忑不安,他们不敢投降,因为杀的人太多。可似乎不投降,又别无选择,难道还能凭借一群乌合之众抵抗大军。 就在他们商量如何投降之时,赵汉将城外船只搜罗一空,坐船大摇大摆地离开,朝着更下游的沿州府而去。 走了?赵天王的大军这就走了?为什么不留下来攻城打我们啊?当然留了军队,足足一千农兵,还有大量官吏,宣教园和农会骨干。 整个渠州府,龙游县的平坦肥沃土地最多,龙游县的大地主也最多,自然要抓紧时间赶快分田。 就留下一千士族工程,他不会杀个回马枪吧?城外就一千兵,不如杀出去。 蠢货,那是江西兵,一千能打一万。你能打得过? 入他娘,当初谁睡赵天王不会打浙江?老子信了他的邪。城外在干什么? 丈量土地,再分咱们的田了。一千士族守在河边,当着那些守城地主的面,直接开始进行土地清账。 紧接着,右派人坐着小船,在城外大喊,开始分田了,开始分田了。城内守军听着,出城就可以分田。 谁家若有田地,再不出来,就分给别家了。大概喊了十多分钟,城内相勇开始失控。 无数人陆续丢下兵器,离开他们手域的城墙,一股脑耳地朝各处城门跑。 只一柱香功夫,城墙上变得空荡荡,北面几座城门全部大开。 赵天王万岁,那边有快田是我家的,莫要胡乱分出去了。 军爷,先去我们村分田,离县城近得很。 一个军官笑着登岸,大喊道,都不要吵,每个人都能分田。 就算龙游县的田不够分,也可送你们去别处分,到了新地方还发给种子。 现在听我的,我要拣选两千青壮。 看着大同军官,就在城下挑选青壮,城内地主是身全傻了。 这还没打仗呢,他们招募的湘勇就跑得金光。 参与镇压起义军的士绅商骨,吓得纷纷跑路。 有人躲在城里,有人回到乡下,左思右想,反正要收拾细软跑路。 他们中的某些人,生意做到海外,可以躲到南洋求生。 跟我抓人。 一千农兵迅速被打散,十人一组,每组带二十个本地青壮,开始到各地抓捕镇压义军的领头者。 这次不会再饶恕,因为遇害的义军太多,仅起义士子就被杀了三十二人,而且有几人是被抓到以后杀害的。 全部抄家。 至于渠州府那边,死者获赔一千两银子,那不是什么抚恤费,而是反动地主的买命钱。 四死十七伤,总共赔偿九千一百两银子,只为给本地起义军一个交代。 义军不是大同军,双方属于盟友关系。 义军死伤者,没有任何军功可言,子女也不享受优待政策,且战争结束必须就地解散。 这笔钱,直接由地主赔给死伤者,跟大同军本身无关,更谈不上什么赏罚不明。 蓝溪县。 李渔正在巡视城墙,突听家奴大喊,赵天王来了,赵天王来了。 听到呼喊,李渔连忙趴在女墙上眺望。 果然看到规模庞大的船队,插着许多大同军旗,正好浩荡荡向县城驶来。 李渔拍手赞叹,果然军威雄壮,赵先生必得天下也。 蓝蜥蜴军首领汤玉琪,率领世子和商谷出城,站在码头等着迎接赵汉。 船队渐渐驶来,终于在岸边停靠。 拜见赵总镇,赵天王。 李渔趴跪在地,心中极为兴奋,迫不及待想要见到偶像。 他出身医护世家,身份极为低贱。 即便考上秀才,而且通晓五金,被赞誉为五金童子,可还是得不到上层世子的尊重。 他家里确实在经商,但那是大博的产业,而且生意做得不大,经济状况不能跟大商甲比。 就这样不上不下,李渔自身又极为自负,遭到上层世子的鄙视会是什么心情? 李渔最看不惯的就是茂屁江,两人同年同城出生,而且同样都是秀才,还交了许多共同的朋友。 李渔主动前去结交,茂壁江得知其出身医护,竟然不拿正脸看他,气得李渔再不跟此人说话。 李渔非常推崇格位论,连带着喜欢江西的所有政策。 一个跟李治,陈济如并称怪如的世子,你指望他能循规蹈矩。 赵瀚在搞得激进一些,李渔都会拍巴掌叫好。 来了,来了。 一对亲尉率先下船,紧接着赵瀚和随军秘书现身。 赵瀚上前几步,扶起汤玉琪,又对其他人说,诸君快快请起,若非重大场合,不行跪拜之礼。 跪的也不该是人,而是跪天地父母。 汤玉琪先是介绍自己,接着介绍世子和商骨,都是在起义当中出力者。 李渔被排在第十二个介绍,汤玉琪说,总镇,此乃我献大名鼎鼎的五金童子,年纪轻轻便通晓五金。 李先吕,自折凡,好天图。 见过总镇,李渔连忙拱手。 哈哈,好名字,一听便记住了。 赵瀚笑着回礼,有个响亮名字真的不一样,汤玉琪接连介绍十多人,就李渔给赵瀚留下的印象最深刻。 你爹是修仙的吗?居然给你起这种名字。 一通介绍完毕,汤玉琪请赵瀚入城。 赵瀚白手道,不必了,行军一诉。 大军在此休整半日,明天早晨还继续赶路。 汤先生,当务之急是接收城池,然后离定互策并分田。 各位起义兄弟,可以帮着清策分田,这些事情都需要各位的支持。 汤玉琪说,总镇放心,我等一定把事情办好。 李渔突然说道,总镇,我可以随军出征吗? 行吧,你名字极力。 赵瀚笑道,笑着笑着,赵瀚突然反应过来,这他妈就是肉X团的作者啊,课堂上老师用了两节课来讲。 当然,讲的肯定不是肉X团。 李渔首先是一位剧作家,接着再是小说家,靠稿费就能过上富裕生活。 他跟蒲松林一见如故,他是曹雪芹爷爷的朋友。 李渔的朋友里面,有文字记载的就八百多人。 上至宰相,下道贩夫,遍及全国二百多州县。 这是明末清初,一个朋友遍天下的白金高产畅销书作家。 其实,他是个医生,也是个世子。 满清入官之后,不肯做官。 在家乡修桥铺路搞水利工程,他修的燕霸几百年后还在用于灌溉。 只因在修水渠过程中,遭到豪强的刁难,败了官司,心灰意冷,才转行去写小说。 大军在兰溪县逗留半天,一日清晨继续赶路,新派出的三千前锋已经快到严州府。 进入山区之后,两岸景色让赵汉皱起眉头。 那些山坡间错落的农居,八成都已经破败,屋檐长满杂草也无人清理。 赵汉把鲤鱼叫来,即便是山坡汉田,但皮林江水,也不该如此情形啊。 我看这些农居,至少有一半无人打理,难道家里的人都死完了? 李渔回答说,连年大旱,又兼朝廷重负,自是难以得活。 并非这里如此,浙江遍地如此也。 别处全家死绝,自有相邻占其屋。 可此处乃偏僻乡村,农屋废弃之后,也没几人看得上。 只说你家所在村落,上次大汉死了多少人? 赵汉问道,李渔说道,大汉当年没死多少,大汉第二年遍地积井。 只因官府催逼,地主盘剥,百姓仅有的口粮也被夺走。 要么逃难去杭州,绍兴,要么逃难去江西,沿途饿死无数。 一人倒下,第二日便没了尸体。 晚生所在的村子,只我晓得的,就有三人曾食人肉。 哎,赵汉叹息,李渔继续说道,今年还好,浙江没有旱灾。 但官府赋税更重了,许多贫寒世子,家里也已揭不开锅。 因此议社首领徐子口,许都,站出来镇臂一呼,浙江三府食于县世子便群相呼应。 这次这中起义,好多都是吃不饱饭的秀才。 议社,属于附设分支,宗旨是驱逐朝中奸宁,选贤用能振兴大明江山。 结果这群世子,竟被逼得集体造反。 赵汉有些自责,或许应该去年就来,早点打下浙江,就能少饿死许多百姓。 岸边农居空荡荡的,赵汉心里也空荡荡的。 一户破败农居,就意味着一家人死绝,赵汉很讨厌这样的情况发生。 行至半路,有小船使来,却是先投部队送情报回来了。 赵汉拆信一看,原来是浙江巡抚募集的大军,已经在延州府城住房,卡住要道不让大同军直奔杭州。 投月票啊,兄弟们。